學者,公民教育催去政治只迴歸後小談民主自由多談中國成就 《明部專訊》 研究公民教育的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副教授梁欣榮 曾參與篇寫1996年學校公民教育指引 他比較了迴歸前後四份公民教育指引 自1985年起公民教育開始政治化 1996年指引則進一步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 鼓勵學生批判思考及參與公共事務 但他認為回歸後的公民教育開始變得非政治化 如2001年文件緊在父六中提及民主自由等 而2011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咨詢稿則強調中國成就 被談中國的人權和法治教聯副主席 感覺不到同樣參與篇寫1996年指引的教聯會副主席胡紹偉 則說感覺不到非政治化的趨勢 他說1996年指引相當完整豐富 2001指引則是為配合課程發展路向、定位不同、篇幅也教團 不宜直接比較至於2011年指引 他沒仔細了解、不作評論他認為若從選舉和遊行示威等情況來看 回歸後港人政治參與越來越多、學生參與程度也大為增強 反映港人不缺政治教育 他亦不認同公民教育要刻意政治化 因政治參與指示其中一部分 還有個人品德等課題學者比較回歸前後公教指引梁恩穎指出 殖民時期公民教育通常止步於介紹政府職能 但1985年因應而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社會面臨政制變化 加上要準備回歸 當年的教育處認為要加強學生國民認同 誰在身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指公民教育實質上是政治教育 內容包括代議政制、民主選舉等 令公民教育開始政治化 同時提出要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傳統的 自豪感但良認為該政治的蝙蝠有限 且當時教育條例禁止私生討論政治 故推行成效成而臨迴歸投票年齡降爭政治內容 後來發生八九民運 很多教師參與遊行或百科 港督彭定康加快香港民主進程 將投票年齡由21歲下調至18歲 一些高中生可投票梁欣榮指此環境下迫徹需要教學生認識政治 故1996年指引提出法治、人權等內容 鼓勵學生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和政治時事 亦要求學生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及法治、人權的發展狀況 至於回歸後的公民教育 梁欣榮認為是不斷非政治化的過程 2001年教育局發佈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其中德育及公民教育部份偏重德育 強調堅毅等傳統價值觀、民主自由和法治人權則被放在附陸 他值指示公民教育開賭車到2011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稿 講述現代中國的科技、經濟成就 梁瑩榮唯一味暢好、不提黑瞞面 指說領導人面對挑戰、自社會反彈大 政府作出修訂、梁子新版本有進步 但仍偏向美化中國 學習的指示文 教育部份偏向美化無欲 施案